宋美龄和张学良一起做过这种事,宋美龄满年才感到出真相,蒋介石到此都不知道,七十年前,一生想想赤寒夜中千年幽梦的华清池,一个烧壮的太子党和一个地方军阀,测动了一场军事正业。 这场军事政变,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,更将当时还年轻的张学良、蒋介石和宋美龄三人联系在了一起。 大家都知道,宋美龄是蒋介石的夫人,而她与张学良到底是什么关系,又是什么样的秘密。 在张学良的眼里,宋美龄是绝顶聪明,且近代中国找不出第二个的优秀女性,相似的出身,相似的年龄,同样受过西方教育。 这一起都使她们之间肯定有蒋介石多得多的共同语言。 张学良更是不仅一次说过,若不是我已经有了太太,我会猛追宋美龄西汉事变中,命运似乎给宋美龄开了一个大玩笑。 因宋美龄密探张学良后,才使得蒋介石能安全回来,而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到重庆的张学良,却被监禁起来,更是杀死了杨虎城全家,而张学良则可以保存性命。 很大程度是因为宋美龄的一句话,当时,宋美龄曾对蒋介石说,如果你对张学良有不利的地方,我立刻离开泰安。 这才使得蒋介石没有杀死张学良。 宋美龄为什么能为了张学良,而想让蒋介石出如此大丑的人说出这句话呢? 在获得自由后的张学良曾有一句感慨,宋美龄活一天,我也能活一天。 其实这一句话正好可以说明他们的关系。 宋美龄值得晚年才敢说出,在认识蒋介石之前,张学良率兵住家上海时间,他与张学良在一场晚宴上相识,相谈甚欢。 他们不但多次约会,还一同跳舞,看电影,一同共进烛光晚餐。 不过这一切蒋介石是到此都不知道,有道事儿,相爱不一定要相聚。 相聚的不一定相爱,无论因为什么原因,虽然他俩最终没有走到一起,但肯定他们是一对曾经非常相爱的朋友,是终生的朋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